煤礦麥 這個是月園,這是基隆河 前面那個呢? 那個是什麼,知道嗎? 小小的瀑布,知道嗎? 那個叫什麼呢? 半層,知道嗎? 所以你去八山,你要去八山的時候,你要注意 這個山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那就是小斷層,落差一公尺 如果台灣有五十一秒大斷層 它的落差是一百多公尺 一百多公尺,知道嗎? 如果九二一大地震的車龍浦斷層 是落差三十公尺 三十多公尺 十分了瀑布也是差不多三十幾公尺而已 十分了瀑布也是 那個就是斷層,知道嗎? 本來這個岩石好好的 少許落差三十多公尺 那五十一條大斷層就是幾百公尺 小的會比較容易 台灣其實不只五十一條 但是有紀錄的是五十一條大斷層 南投那個車龍浦斷層 那是九二一大地震 那是九二一大地震 很多人 那就是落差一公尺 那我們的礦麥在那裡 落一公尺下去 他現在落一公尺下去 那就要再順下去 那你如果落一百公尺 那才會這樣,你就摩不到 那像他這樣 就是落一公尺而已 那你就是讓我丟靈啊 稍微丟靈啊 台語人在說就是 丟靈啊 就一公尺下去 還接下去了 那你就不用廢很大的光尺 如果落差一百公尺 那你要去歐 就要再頂開坑道去了